PS5必玩游戏推荐 虽然这是第五集 但这几个游戏不论是知名度还是好玩程度也是很不错的 第一款《潜水源代夫》 这是一款非常好玩的游戏 里面有很多种玩法 白天捕鱼探险 晚上模拟经营开寿司店 是那种非常容易上瘾的游戏 我最近刚通关 目前这游戏在PS2党会员库里 游戏完全适配PS5手柄 玩起来很带感 虽然那个画面是马赛克风格的 但是大家千万别上当 因为好玩和马赛克没有直接关系 可惜就是游戏剧情短了点 好 下一款GTA6 虽然这游戏明年才出 但是它的前作全球销量已经突破了两亿套 另外它还是三朝元老 从2013年的PS3版本开始一直卖到现在 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PS5版本是R星专门优化过的 还有光追加持 PS5版的画面和特效 我感觉比PC版的4K高特效还要好一些 但是游戏内容有争议 年龄分级18家 下一款 最终幻想7 重制版三部曲 这被誉为GRPG的天花版 目前已经出了两作了 游戏的剧情 玩法 音乐画面都是非常不错的 FF7原版是1997年发布的 全球总销量1440万份 目前FF7重制版的第一章在PS2党会员库里面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尝试一下 下一个暗黑破坏神4 游戏发布五天卖了6.6个亿美元 我希望黑神王悟空首周也能大卖 其实迪阿波罗4在去年6月刚发布的时候我就买了 可惜我就刷了个开头 刷了几天就忙别的去了 后来一直没玩 但是这游戏我也仍然推荐给大家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游戏 特别是喜欢迪阿波罗类型的游戏 这类同学不要错过 另外各位注意一下 这游戏需要全程联网 如果你用PS5玩是需要加速的 好 最后一款 麻布仔大冒险 这算是一个合家欢游戏 最多支持本地同屏四人一块玩 属于3D平台跳跃游戏 入门很简单 但是全收集是有难度的 它和任天堂第一方游戏有一拼 画面音乐PS5手柄手感各方面都很好 根据我的经验 玩这个游戏玩家数量不再多再精 因为这个生命数量是总的 是共享的 目前这游戏在PS2党会员库里 有玩伴的同学可以试试 如果你只有一个人也可以远程联机合作 这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 关键得找个高手会玩的才好玩 不知不觉都推荐了25个游戏了 后面还有 如果大家喜欢看 我还会持续更新